网路连结迅速无苦力 各自建设处为各自行亲基盘実斗 以网打进无限商机 网路行销江泽一项直接的方式 为农希望上路、观光、农散、制作业者 江苏如何在网路世界上应用 找生理的出路 由网路行销专业经理人 丁维峰来自得 手机和网路应用应接新生机 以网打进无限商机 下来江泽第一项电视网路行销专业经理人 丁维峰主角 手机和网路应用应接新生机 各自建设处中担公信表示 网路连结信息无苦力 各自建设处为各自行亲基盘一项 以网打进无限商机 网路行销江泽 以最直接的方式 和农期末上路、观光、农散、制作业者 丁维峰专业经理出路最好方法 现在我们做这个行李是网路的时代 大家能够非常地贴近 我们民众那种面对面的交易的情况已经改变了 一键能够决定我们的生意 那市政委也知道这个发展 特别请我们丁维峰来跟我们嘉义市的业者 作这方面的一个讲试 希望嘉义市的商业界能够透过防御的行销 将他们的产品消出去 这样的话能够增加收入之外 对地方的这个经济有所帮助 在南部相亲 可能这些努力的做事 在自己農工上的经营上 也有很大的行销 但是要组合更大商机 前进世界 这广路出口 可是不中欠款 用原来的一些网路图路网路的网站销售之外 也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些新的 结合门市结合实体店面 直接就可以用手机 用行动装置就可以付款购物 甚至可以把东西卖到大陆 香港国外的一些新的网路行销方式 跟销售收款 那也帮助实体店面呢 能够更方便来服务客户 接受订单接受收款 甚至可以服务国际级的 或国外来的甚至大陆来的客户 怎么样来促进这个实体店面 和人民式的一个交易 那当然也能够做网案 或者是国外的网络 只会在五中处本年刚做 有国来地名顾问 达人分享经验闭门 协助快速理解管理能量 了解依时代的行销闭技 跟管理地涉 欢迎鼓勇冲心創意 創意冲业榜上的你 永久保命参加 新新新闻 創笔董 家吉市 蔡康报道